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揭晓了 这个人姓杨 山东人 叫杨战元 杨我猜测是木义杨 战元这两个字汉字怎么写不知道 他是这个山东区府师范大学 下面有一个叫姓坛学院 姓就是那个姓 桃姓的那个姓 我爱吃的那个水果 坛就是那个论坛的坛 姓坛学院 那么这个学院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就申请独立办学 叫齐鲁理工学院 这个学院有两个校园 一个在山东的区府 就是齐鲁师范大学的所在地 一个是在山东的省会济南 这个小杨是他今年31岁 那么大家可以推测一下他是2014年毕业的 是这个齐鲁师范大学姓坛学院的环境科学这方面的专业也好系 不知道这个环境科学设在化学系还是设在地理系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他这个杏坛学院好像是一个综合性的 什么学科都有 我都有点跟不上了 这个变得太快了 这个名字变来变去 但是这个时间据 据美国的媒体报道的 他的身份是说是2014年 区府师范大学 杏坛学院 环境科学这方面毕业 然后在美国留学 在旧金山的这个学校里留学 那么他的这个信息呢 是被这个验尸官披露出来的 那这个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现在这个他作案动机不知道 因为已经被警察打死了吧 这个警察击毙这个犯罪分子就有这个毛病 你把最重要的当事人打死了 那他没有发言权了 那就是旁边人就给他编故事呗 你怎么说 怎么合理 怎么讲吧 所以咱们在这儿呢 就不做任何的猜测了 他的作案动机 为什么要干这个事 不知道 据目击者在当场 你冲进大厅之后 大厅里有人了 好多这个等着办签证的 那些人说呢 说这个他是带着枪 带着刀的 这个是目击者说法 这个需要重新验证认证才可以 还有人在现场听到他喊 Where is the CCP 共产党在哪里 不知道是用英语喊的呢 还是用中文喊的 如果英语喊的是 Where is the CCP 因为郭文贵天天叫嚣 Take down the CCP 这个很多中国的说中文的人也都耳熟能详了 CCP 就是共产党 所以他应该是喊了一个大体上这个意思 共产党在哪里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是从英语翻译成中文 就是共产党在哪里 你都开着车冲进人家领事馆 这是中共的一级单位啊 部级单位了 或者副部级的单位了 中国的领土 你都冲进去了 你还问哪里是共产党 那里面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代表中国政府啊 中国政府是被共产党控制的一个政府啊 所以你说 where is the CCP 啊 总而言之呢 这个31岁啊 呃 记者啊 这个究竟在那边有一个报纸啊 叫San Francisco Standard 这个报纸我还不知道啊 新冒出来这个报纸 这个报纸的记者独家找到了他的住处啊 他租房子住啊 啊 记录他的房间啊 他跟另外两三个人合租一个房间 找到了他的rumate 就是跟他住一个啊 一套房的人 了解了他一些生活习惯 他的房间里的啊 他的这个 嗯 喜欢收藏什么东西 房间里摆的什么呀 哎 摆着五六把手枪啊 当然都是防品 不是真品啊 啊 也有步枪 也有六七杆步枪 也都是防品啊 fake 就是假枪 能不能打真子弹 不好说 应该不能打真子弹 有的假枪是可以打一个打鸟的那个小子弹是可以的啊 那个对人呃 不构成杀伤力 对鸟是可以的 对这个松鼠啊 像我这个啪一枪 想吃松手肉的松松鼠肉啊 吃个鸟肉什么 这是可以的 嗯 这个就不知道了啊 他英语的报道数是啊 replique 啊 replique就是假的吧 看着像真的 实际上不是真的啊 他屋里摆了这么个东西 还摆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无人机 在他的房间里面 另外他呢 对于他的书籍记者 现场记者也做了一些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啊 你想他是个大学国内环境科学系毕业的话 环境科学看你研究哪个方面的 一般来讲要研究很多化学 空气污染啊 大气的化学构成啊这个东西 所以他的书房间里书呢 有化学这方面的书 有毛泽东的著作啊 这可能原来还是个小粉红啊 有毛泽东的著作 这个英语报道当中讲的很清楚 有毛泽东的著作啊 还墙上呢 画了一张 东亚的地图 上面还写了八个汉字 解放思想 大概是放远世界啊什么的 还是实事求是之类的啊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留言区 我可以把他这个老美啊 这个San Francisco Standard 这个报纸的报道啊 这个算反正就正好而言之有一些中共官方喊的那些正式口号 哎 他把他打印出来也好 自己写啊 挂在墙上天天在那弄啊 自己的啊书桌上有这个 毛主席的著作 是毛选呢 还是论持久战呢 咱就不知道了啊 呃 另外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咱们今天封面要讲的 嗯 在他的案头发现了一本非常重要的 讲政治谋杀的这么一本书啊 这个书的作者叫 Franklin Ford 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这是一本老书了 这个书的年龄 比他还大哈 1985年出版的啊 讲的是这个 他这个叫政治谋杀 叫Political murder 注意啊 是Political murder 而不是assassination 一般来讲 政治暗杀 政治谋杀 你想刺杀林肯 刺杀肯尼迪啊 刺杀安倍啊 这个都用 assassination 这个是个专业术语啊 你想这个刺杀宋教人 这都是assassination 但是这本书写的是Political murder 就是这个murder就是百分百的谋杀啊 这个murder assassination 意思大体上百分之九十是涵盖的 但是murder强调了是这个范围呢 要更广一些 啊 所以这个书名是这么写的 副标题是说 从刺 从这个谋杀独裁者 从杀死独裁者啊 到什么什么什么 到我们今天的政治谋杀 那是一个历史的回顾 深层的回顾 你想哈佛大学出版是 他能出那种肤浅的地团文学吗 所以他是一个 应该是我 第一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本书 第二 我当然也没看过这本书 哎 倒是这本书 出现在他的书架上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搜了一下 看这个书还真有意思啊 我得买一本啊 弄一本来自己拜读一下啊 这一搜不要紧 其实美国啊 英语当中 讲政治暗杀 政治谋杀 政治刺杀的书 汗牛冲动 多卢牛毛 非常多啊 根本就看不过来 这个 但是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呢 读这本书呢 最后这么一个结局 连满遗憾的啊 这个 呃 他这个记者采访他的rumate 采访一个女士 女士讲了一些他的生活习惯的变化 啊 这个女士说呢 这当然女士没有没有这个公布自己的身份啊 就是请求记者给他匿名 就是尽量讲讲这个人是个什么特点 他说 这女士说他最近呢 最近刚开始改了一些毛病 过去没这个毛病 就最近 说我放的酒放冰箱里面 注意啊 这个rumate就是共用一个冰箱嘛 共用一个厨房 共用甚至共用洗手间都有可能的 他说我这个放在冰箱里的食物啊 这个他也开始吃了 也不打招呼就是吃了 啊 过去没这个毛病啊 然后有的时候我的酒他也喝 呵呵呵呵 哦 就是这个就说啊 不太简点啊 不是说rumate不能互相直接吃东西喝东西啊 这是一个你自己要拿捏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个人关系 有的人不在乎啊 有的人非常在乎 你怎么能偷吃我的东西呢 这个最好打个招呼啊 哎 我有时候饿急了 我就是懒不愿意出去买 深更半夜的 哎呦 我看冰箱里有你的东西我就吃了啊 我想跟你打招呼呢 你已经睡了 对吧 我也不能跟你敲门 在为这件事再打扰你啊 但是可能过后呢 忘掉了啊 自己有其他的事 自己的脑袋当中太关注于其他人 这就是同屋之间相处这种微妙的关系啊 那个我提醒大家尽量处理好 有的人有的人心很细 有的人马达哈 你吃我的 我也不抱怨 我下次我吃你的 跟你找不回了 越吃 关系越密啊 但有的人越吃 就是你说吃点食物 他不吃钱的东西啊 但是有吃出一些割合 所以这个女士你看讲的这些事 当然我估计也是记者挖出来的 刺探者 就是记者得有水平啊 怎么样从这个刺探这个隐私信息 把他帮助读者 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人 他已经走了吗 他已经死了 我没有办法 听他亲自跟你讲 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个事 那就是说 所以说这个 所以我判断啊 他既然找这么一个中共驻啊 旧金山的领事馆 呃 他去开着车撞进去 那也应该说做出来 呃 自己死亡的呃 提前的准备吧 因为他都 他也读了这样的政治 就是谋杀的书籍吧 呃 我们假设他读过啊 英文的啊 假设他读过 呃 这个代价应该是他自己想好了 要付的这个代价 但是回头一想 这个事情什么意义呢 他要想有意义的话 他必须得把这个事做之前的话 他要把自己的政治宣言呢 对吧 自己的目的啊 自己的动机啊 自己想达到的啊 想传播的这个信号啊 要把它保存起来 你像过去的经典作法是写好的时候打印一二十份 美国十大媒体 每一个寄一份啊 白宫寄一份 国会寄一份啊 习近平寄一份啊 习近平寄一份啊 中国国家安全部给他们寄一份啊 这个或者是放在某一个网站上啊 想办法把这个网站的网址公布出来啊 反正怎么着 以现在发布一个政治信号 一个政治呃 宣言的这个途径多的是吗 对吧 但是到现在为止 起码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也许以后再挖一挖 大家搜一搜啊 能搜出更多的信息啊 这个人的名字叫 杨战元 嗯 不知道战元这两个字怎么写 是一个山董人啊 2014年毕业于齐这个这个曲府师范大学下边的这个信坛学院环境科学系 其余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啊 他他自己书书桌上摆了一本书讲政治毛沙的 书是很好的一本书啊 不是不是那种地团文学啊 不是说 那是很严肃的探讨这种政治现象 注意政治谋杀 政治暗杀都是一个政治现象 显然是通过正常的啊 沟通对话 请愿已经此路不通了啊 就是他这达到目的 那么人民只好采取政治的延续 就是战争的手段啊 就是要暴力了 这就是啊 那就没办法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逼着中国人民往这条路上走啊 这是一条死路 这是一条牺牲自己肉身的道路 要付出你的自由 那么但是呢 中国人民呢 由于第一 中共的这个维稳措施比较啊 比较到位啊 这个全方位无私角的维稳 把中国人民做这种啊 政治暴力抗争的途径全部都切断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中国人民的也被共产党 思想上给彻底麻痹了 那中国人 中国人民变得都是很懦弱 很短视啊 无知 愚昧啊 这个小粉红甚至有可能是毛左啊 就是脑袋全乱掉了 所以中国共产党现在他这个啊 遭受政治谋杀的这个这个这个危险性还不是很大 很少有人啊 实施政治谋杀 偶尔会出现一个杨家这样的壮士猛士 他杀的就是上海市的警察啊 他不会去杀上海市委书记 当然他可能也杀不着啊 然后就这个情况呢 就是我呢 就不做过多的啊 猜测了 做猜测也无意啊 欢迎大家自己加入这个啊 这个研究的队伍啊 名字爆出来了 我第一个看到觉得这是一个有用的信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啊 这个他确实读了一本政治谋杀的书啊 书是个很好的书啊 呃 咱们就 先讲到这儿 这个这个题目 我看有什么有什么疑问吗 尖锐一点的疑问 老杨你好 发发好 思想者好 我再讲两句这个啊 这个一这个巴勒子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这个战争这个事 现在实际上也是战争啊 现在看来是 有一些 阴谋论开始在讲啊 就所谓阴谋论咱打个引号啊 就说 没有铁证的一个说法 说法看起来很合理啊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铁证啊 属于 刘刚大师最擅长的 在幻想的基础上 做逻辑推导啊 你就是如果你的起点 你的逻辑的起点是幻想 是听床 或者说一拍脑袋啊 想出来的或者做梦梦的的话 你在这个基础上 哪怕你是刘刚大师这样最伟大的逻辑推导专家 啊 你推出了的结论 吓死人 那也只有娱乐效果 那就涉及到这个以色列情报失误这个问题 是不是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这个 这个摩萨德自己做了一个啊 就有点像1941年冬天 啊 美国啊 就是实际上是知道日本要来炸他的珍珠港 但是我故意装装糊涂啊 我没收到这个情报 我没做任何准备 我就等着你来炸 我固然死了这个好几千人 死了3000个美国海军陆战队 啊 海军遭到重创 我的太平洋舰队被你们 打了个基本上给灭掉 但是 但是 你日本这次恐怖袭击 帮美国政府啊 做了一件事 什么呀 干政动员 一个民主政府 要想动员人民的人民 啊 你比如向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决定 走正常的民主程序很难 因为当时的美国民间 啊 美国 包括美国政治家当中 很多人其实是 啊 是支持 纳粹德国的 你包括肯尼迪他老父亲 约瑟夫肯尼迪他 他爹 啊 包括当时的这个著名的这个 啊 这个林白那个飞行员他自己小儿子死了啊 啊 那个那个林白啊 啊 查尔斯林伯 啊 那个那个还有很多了 还有很多副总统的竞选者 还有甚至 啊 甚至 啊 这个 这个肯尼迪 不是肯尼迪 是罗斯福总统的 啊 头一任 第一任的那个 副总统 都是亲德国的 都认为一个崛起的德国对于美国 是有利的 我们要看着一个纳粹德国崛起 哎 这样 你这你没法这个势力很大 那么 当时的总统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罗斯福 他如果想动员美国人民 说加入啊这个二次世界大战跟德国作对 跟日本为敌啊 帮助苏联共产党啊 灭掉纳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你以为老百姓会同意吗 我估计老百姓不同意 根本通过不了这个议案 那就没办法参加战斗啊 你美国不参加二战的话 哪有今天的这个世界多一份的啊 美元霸权啊 美国说了算美国定规矩 美国成为今天的啊 世界相当于咱们战国七雄当中的那个七宽公啊 那个位置啊 联合国只是个牌位 联合国没有实权 联合国相当于2600年前的周天子 没有实权 他只有道义 讲一些 嗯 讲一下正确的话啊 发一些 有符合道义 符合啊 这个 天人合一啊 这个这个这样的理念啊 或者相关的 建议 你们就给我办啊 齐桓公说我今天忙啊 我儿子跟我吵架了 我管不了那就管不了啊 有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世界大事啊 这个这个乱起来了 那美国忙啊 美国家里吵起来了 这这都管不了 你比如说阿富汗不是重挫吗 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时候 就认怂了 我管不了了不管了 撤出越南战场也是很羞辱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美国就管不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像咱们两天多年前的周天子 啊说这个齐桓公你给我去办这个 齐桓公说不行啊 我老婆我有个小妾跟我吵架 晚上不让我睡觉 我休息不好我也管不了了 你等等再说你能不能让金文公去干干去管这个事啊 啊有的时候是美国也会出现川普总统这样的老川 他说这他妈的你这个联合这个联合国也好 啊闹个脾气啊 啊但是 但是 美国到现在为止 还是在一直在捍卫 二战以来 形成的这个依规则为基础的这个世界秩序 啊就有点像 齐桓公 还是遵这个周天子为王 啊我知道你也没有实权 我也不想灭了你 你就是我的大哥 你是我的上级领导 你让我去打旁边那个小国家啊 我就去啊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啊 说到眼前这个以巴 战争 注意现在是战争啊 不是冲突了 这是战争啊 进入战争状态 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讲到 死亡人数两国加起来是 两千多人了吧 接近两千 两国加起来死亡接近两千多 两千左右啊 那么伤亡呢是九千多 啊差不多伤亡的人数 是死亡人数的四倍 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字大家记住有个基本概念 我到这儿啊 我考大家一个 一个军事常识 或者说兵法的一个常识 你读兵法 你读兵法 有心得呀 啊 那么在按照兵法 甭管是哪个兵法啊 如果你是一个战士 或者你是个指挥官 你在战场上 你手上有枪 你可以啊 打死打伤对方 你的优先选择是 把对方打死呢 还是把对方打伤啊 这个问题考一考啊 对不对 我不知道孙子兵法当中 有没有论书到 在美国 英国的军事学的名著当中 这个是有明确答案的 也就是说你去啊 西点军校去上学 这个啊 大一的那个理论课 大课当中 应该说头三堂课 得讲到这个东西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说是打死敌人好 还是打伤敌人好 是打死敌人对我们更有利 还是打伤敌人对我们更有利 这个问题 我在中文当中 好像没有看到特别明确的答案 我把这个答案呢 最后放在这个视频节目的后半 再讲卖个关子啊 主要是吊吊大家的胃口 你听到这的时候 你得给我点个赞了啊 我这是讲真家伙 这讲干货的 不是跟你瞎扯鸡巴蛋的啊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场战争 首先中国压宝 大家都很清楚了吧 习近平这个压宝 是压在了巴勒斯坦这边 他现在就是帮巴勒斯坦说 说好话啊 把巴勒斯坦的罪恶 把它降到最低 我们中国的中文媒体文物毛 绝对不提巴勒斯坦 这个哈马斯伤害无故儿童 包括这个婴儿被砍了头啊 我们不提 我们视而不见啊 巴勒斯坦抓了我们 这个华裔的啊 一半中国血统的女孩 我们我们 我们给跟你照个牙 那不是二分之一血统 那是四分之一血统啊 这个假的啊 人家美国已经辟谣了 以色列啊 就是英文的文献已经辟谣了 就是那个被掠走的那个女孩啊 所谓说一开始说 他的爹是个以色列人 他的妈是一个中国人 那么这个女孩呢 是一半中国血统 有点像谷爱玲啊 跟谷爱玲的身份差不多啊 那么 中国政府了 中国政府的五毛呢 就是辟谣了 说啊假的假的 什么中国血统 第一他不是啊 说他妈不是纯种中国人 他妈是啊 一半德国血统 一半中国血统 也就是他妈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 那么到他这呢 最多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这是第一 第二啊 这个女孩还有很多裸照啊 那中国的五毛也把这个女孩的裸照都公布出来了 号称是啊 因为打了马赛克 咱也看不清到底是不是真几 反正中国是这么说 第三什么女孩 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士兵 士兵被打死活该 我操这些 这中国的我遇到这个 逼着人家以色列也好 反正人又批说这个是错的啊 中共五毛在造谣 侮辱啊 抹黑一半中国血统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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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以色列人呢啊 说实际上他妈真的是中国人 他的妈妈 他的妈名字都爆出来了 我这就不不转述了 你们搜搜 他的妈妈是武汉人 武汉的一个姑娘到了以色列去留学 学的是护理专业 也就是当护士 那么后来嫁给了他的父亲 是一个犹太人 在那安家落户 生下了他 姑娘很漂亮 身材特别好啊 呃 现在此刻 妈妈得了癌症了 所以你看这个家庭也真是不容易啊 他妈妈得了癌症 呃 我看这个画面上 他妈妈抱着这个病体啊 接受媒体采访 讲 也确实一看就是中国人 你要说他是个武汉人 我就不怀疑 你非得说他是中国人跟德国的啊 这个混血 那我觉得不像 反正中共现在 为了给巴勒斯坦给哈马斯 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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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啊 洗地 啊 呃 无所不有其极的侮辱 甚至侮辱有华裔噱头的人 所以中共是最他妈的草带的一个 呃 一个品种啊 这他妈邪门了 从来没想到中共还有卧槽到这个地步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次中共习近平下的命令 这个比上次911的那个战队还明确啊 上次911呢 他这个战队啊 官方战队还是熊熊达达的 毕竟上海人 江泽民这个老贼 钱其琛这个老贼 朱镕基这个老贼 这帮家伙们 狡猾呀 咱们中国人最狡猾的就是上海人 特别浓郁 擅长欺骗外国人 但是老美他比较单纯啊 小布什就被江泽民给忽悠了 给骗了 啊 所以被江泽民当时的那届政府啊 搭上了美国这个反恐的 这个东风啊 就可着劲的打击中国的民运人士 迫害法轮功 那最主要的增加了一个新迫害品种 迫害 新疆的威吾尔人 说新疆的威吾尔人 由于他们是回民啊 信的是伊斯兰教 所以他们也是很多人去恐怖主义分子啊 跑到了这个土耳其啊 跑到了什么什么周边的国家去接受恐怖主义训练 给你们美国惹了很多麻烦 这样中共可以塞很多自己的特工啊 从威吾尔当中吸收一些特工 训练成中共的特务 然后把他们派到啊 恐怖主义的阵营去 然后在那儿呼一啊 造各种假象啊 这样可以忽悠CIA啊 CIA数据都是假情报 看着你是一个新疆人 一搜身份证是新疆的啊 新疆的中国人啊 他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恐怖主义分子 这样就等于是把美国人给忽悠了 所以这个中共认为911 恐怖主义袭击对美国构成了重创 干扰了扭转了小布什的 本来啊 小布什上台之后是要整对中国要做点工作的 这恐怖主义炸大楼 让小布什扭转了大方向 所以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反恐啊 就打仗这方面 让中共获得了喘息壮大 而且利用加入富人赚钱俱乐部 在WTO里边赚了很多钱 自己又壮大了 腰杆也硬啊 也有钱了 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 感觉大爷富了 大爷富了 大爷说话 大爷放个屁也是香的 那就是就有这个气势 习近平的底气 其实就是来自这里 那当然他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了 他现在模仿 他现在又压了宝 压得很准啊 但这次美国像苏默这个老政客 也狠狠 苏默等于是 在利用在北京访问 这个会见 这个外交部长 这个 拜见习近平的机会 摸到了习近平的底 摸到习近平的底牌了 这是个明牌了 这个牌一旦明了之后 那我相信习近平大概 他搬起石头这一次 估计会砸自己的脚 至于怎么收场 我呢就点当为止 我要讲的太透不太合适啊 我得让习近平继续犯错误 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犯下去 才好 我可不愿意拉着他纠正自己的错误啊 马上改成啊 这个啊 对于啊 谁先耍流氓啊 这个对于哈巴斯 突然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啊 谴责 我不希望习近平这么干啊 我习近平继续支持哈巴斯 继续支持巴勒斯坦 跟犹太人干啊 跟他妈以色列死磕啊 让我们习近平捡个大宝贝 再捡一个喘息机会 20年 我们有可能又 东升西降了吗 吴婷说 洪宽被谁骂 忘了说洪宽吃室友的东西 多少年了 对方还拿出来骂 真小气 这个应该没有 我更 我一直好几十年来都是 独具 我不给任何人有roaming的 我在美国好像没有更 我在美国没有更 跟谁roamaker过 我在美国的生活条件相对好一点 那是编的啊 别太信这个东西 对 这个小杨啊 是共享一个别墅 对 我看那个房子是一个别墅 可能一层啊 三个居室 一个厨房 一个浴室啊 共享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房间 我估计是这样 因为 因为这个旧金山的房租太贵了 贵得离谱啊 所以一般人 一般人这个租一套房子 自己住的可能性比较小 尤其是一个单身 一个留学生 有没有尖锐问题 提两个 没有的话 咱们就早点结束了 说到留学生 我得插一话呀 最近 在一个聊天室里碰到一个叫Richard的一个家伙跟我聊天 啊 聊到这个六四镇压之后 这个党的政策对留学政策的这个基本控制 啊 他的细节记不太准了 我的细节也记不太准了 你想三十多年过去之后 党的政策变来变去 我后来也出于好奇 我仔细把这个事情梳理一下 我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毕竟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事 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啊 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可能知道啊 我一受吓我一跳 他这个共产党这个 对于留学政策的这个管控和调整啊 他也是不断的变 我先讲最后吓我一跳的吧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对于年轻人出国留学 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控制办法呢 最缺德的是收这个啊 培养费 这个培养费啊 一直是收的 收到什么时候停止的呢 收到2001年之后 2001年中国加入了富人赚钱俱乐部WTO 中国政府自己觉得丢脸了 说他妈的这个啊 留学这个事呢 啊 你还想自己的学生收收培养费 这个好像国际上太丢人了 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 停止收培养费 这个我没想到啊 这我没想到 收他十多年啊 这个收培养费 在我李文官 八九镇压之后 刚开始我就知道 所以我当时准备了好几万块钱 一直揣在兜里 就是为这个准备的啊 我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 镇压 刚开始的 比如说90年91年那个时候 他的政策还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光有啊 你光有钱 你准备交这个培养费 还不行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交培养费 就可以留学的 所以说一开始是最严的 首先啊 你大专毕业 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啊 他分别国家有规定 有一个服务期啊 你比如说大学生毕业 可能是五年 要服务五年 你如果服务不到五年 那你完全没有资格出国留学啊 除非他有一个但是啊 就是有一个 给你留一个啊 这个什么 除非你能证明你是乔鼠 或者你是台鼠 所谓乔鼠台鼠的定义 就是你有亲属在台湾 或者在外国就可以 那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关系 你的配偶有这个关系 也算 你你妻子 有也可以啊 这种人啊 如果服务期不满 可以通过交培养费的办法啊 办出国留学 那么如果你能证明你是直系 所谓直系 就是你爹在外国 你爹在台湾 你妈在台湾 你爷爷在台湾 对吧 直系啊 或者你老婆的爹在台湾 你老婆的这个外祖父外祖母 在美国 这都算直系啊 你能证明你有直系关系的 不交钱 不交培养费 就这样的啊 很复杂 后来啊 我猜测 我猜测 大概九十年代中期 中共就把这个政策改了 改成什么呢 你不需要你有这个 啊 乔署啊 或者台数证明 这个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某一个时间点上改了的 我判断是这样 具体哪一年我不知道 这个亲身经历的人知道 这个收钱 在出国留学人员身上收取一笔培养费 这个做法一直做到两千年之后 啊 中国后来啊 中国共产党吧 党终于良心发现了 觉得这个太丢人了啊 这个更这个WTO的规则不符合 不接轨啊 怕外国批评了 其实外国人也不在乎这个东西 我因为为什么呢 像我们是最恨共产党的 觉得被共产党盘剥最严 卡的最严的这批人出国之后啊 几乎没有人谈这个事 这么一晃三十几年过去的 这细节我们都忘掉了 也也就没人谈了嘛 所以真正能把这个事说清楚的很少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 我就注意到中国青年报 是还是中国青年报 还是北京青年报 反正某一个青年报网上 我搜出一篇文章来 他讲到这个事情的一些细节 啊 比如说他说研究生毕业服务三年就可以申请留学 这个和我的理解和我的记忆严重不符 也许那个三呢 是个八 他印错了 打字错误啊 但是就可见这些 呃 党的留学政策 管卡压啊 这个盘剥 青年学子这个政策 能说清楚的人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趁着我还能说清楚呢 把这事补上 作为一个公益吧 给大家讲一讲留学的真事 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亲身经历的 我担心再过几年 我连这个都记不得了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上一个视频的题目啊 啊 露了个尾巴 有人给我提一下 说你题目当中讲了什么何鲁利啊 何思源 你怎么没讲啊啊 是啊 我没讲 可是我在留言区里把文章贴上去了 我本来是想讲一讲这个何思源 何鲁利是何思源的女儿 那这个何鲁利我们在北京待过的都知道啊 呃 说起来是我们北一的校友 我一查我说是北一校友啊 他是北京医科 北京医学院1957年的医疗系毕业的 应该是当医生的 当儿科医生的 他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在北京就很有名 他应该是北京市副市长啊 或者是某一个机构的 民主党派的一个人士 那么后来一查吓我一跳 副国籍啊 最后他退休的时候 当了这个呃 这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个级别很高了 我没想到他能爬那么高啊 而且你搜照片的话 习近平还跟他有同花 这个我也不理解啊 习近平他又没什么学问呀 他怎么能够欣赏 或者说能跟这个何鲁利能够有同花 我不理解 我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他 何鲁利 他是中法混选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何思源是中国人 是是山东老小啊 这个山东何泽人 啊 那么他的母亲呢 是法国 就是他的父亲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呃 注意何思源你一搜的话吓你一跳啊 何思源在这个北京和平解放的时候 就说在傅作义跟共军谈判 北京啊 和平解放 保住北京这座古城 不受战火的摧毁 在这个事件当中 何思源啊 做了重大贡献 啊 那么 他的角色 他的角色应该是共产党 不是一个社会先大人士 这要说到这个何思源啊 说到何思源这是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我们山东何泽那个地方 还还说十几年前 2014年啊 也就是个小杨出国那一年 大学毕业那一年啊 大学毕业那一年 山东省何泽市还听说已经提准了 要拍这个何思源这个电视联系剧啊 啊 争得了何鲁力 当时何鲁力还在啊 说这何鲁力同意了 但是这个电视剧我没搜到 说明没拍成 没拍成太好了 为什么 要是中共何泽市 为宣传部负责拍这个片 那就把这个片给糟蹋了 他肯定是拍一个臭不要脸的一个宣传片吧 毫无毫无意义 而真正历史的 有值得讲的那些细节 他讲不出来 这里面有政治的禁锢啊 他只能是单方面的做廉价的宣传 就把这个人物 他的故事性给毁灭了 没拍很好啊 以后等我们去拍 我们推翻了共产党 我们自由的拍 何思源引起我的注意 完全不是因为啊 他在啊 这个北平和平解放当中的作用 这个作用也值得一谈啊 涉及到一个顶级杀手要杀他 结果呢 给他家里安了两颗定制炸弹 没把他 没把何思源给炸死 把何鲁力的亲妹妹给炸死了 那何鲁力的亲妹妹叫何鲁美 美丽吧 何鲁美何鲁力啊 就是他的妹妹啊 那也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那个炸死了啊 这个这个是据说是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哈哈哈哈 断云鹏啊 断云鹏是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一个毛贼 会轻功啊 那然后后来被这个军统吸收 在啊 在中国搞政治暗杀 杀了很多人啊 偷了很多人东西 所以后来中共建政之后 他还从台湾老蒋 把他派到被中国刺杀毛泽东 这是50年还是51年的事啊 54年 还从台湾 他从台湾到大陆如入无人之境 平时你你抓不着他 这个这个这个人会轻功 大概是想刺杀毛泽东这个啊 毛泽东身边都是顶级的这个护卫啊 可能是这个不行被抓住了啊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1967年被据说是谢福智亲自审批枪毙他 这也是谢福智犯了一个啊 这个是犯的是严重的罪行啊 像这样的人物 既然你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你非得杀他啊 这个这叫可杀可不杀可以不杀吧 因为他身上带着绝技 这个绝技你把他杀了就失传了 这个就是这是谢福智这个狗糙的啊 当时是文额当中 他是公安部长啊这个狗糙的杀这个段云鹏 这绝对是一个严重错误啊 这这个咱就不展开讲段云鹏了啊 就是段云鹏曾经到这个何鲁利的家里装了两个定制炸弹 最后把何鲁利没炸死 这个啊 何思源也没炸死 本来目标是炸何思源 那结果把何鲁利的妹妹给何鲁美给炸死了 有这个事啊 据说是反正你一搜能搜出来啊 这个呃我感兴趣的是 你要说这个和平解放 呃北平 副作义 我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靠 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守卫北平 你难道驻军住在城里吗 世界上哪一个军队守一座大城市 允许他的部队驻扎在城里 驻扎在城里你怎么你怎么守城啊 现在都是热兵棋战争都是打大炮的 你住在北京城里 你守北京城你守得住吧 正确的守城的办法是驻扎在郊区 啊你你你住在周边啊 你住在你住在城外啊 如果共军来了朝着北京来了 你可以挡住这个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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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you have to it's a wrong number 呃 你守北京城 你只能住在北京的城外 如果共军朝着北京方向来了 你在城外跟共军打一场决战呢 对吧 哪有他妈的副作义 这样步兵的呀 你你你你副作义懂 骑马的军事常识吧 这我理解不了啊 来到说副作义是一个腐败分子 他住在北京城里吃喝玩乐 享受天天逛街院 天天听听西住在西园子里边 他享受方便 当兵的守卫北平城能住城里吗 我就不理解 你在那个项羽啊 那你你在项羽 跟刘邦打仗的时候 那也是在霸上啊 那也是在洪卫宴啊 他不他刘邦的军队不敢住在咸阳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历史上从来都是他妈的守城要住在城外的 怎么会出现 中华民国的这妈的上将这妈的副作义这样的将军 这么愚蠢的将军 把军队住在北京城里 结果被人家共军把北京城和傅作义的部队全部包围 那傅作义没办法了 号称北西民一儿 我不想战斗了 啊 我我我怕 嗯 共军的部队一炸一打我 我死了没关系 把北京城给毁了 啊 你说荒唐不荒唐 所以我怀疑啊 傅作义就是一个腐败 贪腐分子根本就不懂军事 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军官呢 呵呵 怎么扯淡嘛 我真正对何思源这个人物感兴趣的呢 是这个 联省自治这个项目 我前段是不是讲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陈炯明啊 在南方在广东搞这个 联省自治嘛 结果最后跟孙中山闹僵了 啊 被老蒋给打败啊 那个故事 呃 请注意啊 在这讲一个知识点啊 讲北洋这段历史的 这个这个北洋和这个 北伐这一段时期的这个一个知识点 真正搞联省自治 或者说搞自治的 在推动自治运动的 可不仅仅是南方的陈炯明一个人 啊 那么这个历史的真实情况呢 被中共 被中共给抹掉了 中共基本上就不提这个事 因为马上就有一个到三十年代 有一个华北自治运动 华北自治运动呢 这个背后的主毛就有日本人的介入 所以说中国讲到也是语言不详 根本就不提 那么在华北自治之前 20年代 啊 就是华北自治就搞得相当好 甚至有可能比南方的陈炯明搞得还要好 这其中就涉及到山东山西这个地方啊 北平天津这一带啊 山西 现在慢慢的有资料 有一些博主出来讲 山西的延西山是搞得相当好的 那好具体标志是吧 基本上山西的这些学校 除去山西大学之外 山西大学是这个 呃 这个是一个叫李摩泰啊 李希摩泰是吧 是一个传教士办的 啊 也是很古老 很牛逼的一个学校 除去这个之外 山西的其他的学校 大洲 大专 中专 大学 小学 中学 都是严习三 命令 严习三带头 然后命令他的 营长一上的这个官 都 这个军官 都得到家乡办学 而且 小学四年级之前 免收学费 普及教育 严习三搞得非常成功啊 呃 这个慢慢有人讲了 呃 另外一个呢 山东 山东其实一直是 学三西 甚至要跟三西 搞个竞赛 要要要赶上三西 甚至超过三西 那么大家记着三西 三东的呃 省长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人叫韩富 渠 是吧 韩富渠 有人念韩富渠 韩富渠 啊 呃 这个人呢 1938年被蒋介石给枪毙了 把他骗到河南去开会 就把他们就做这个 踢嘴羊枪毙 枪毙的原因 表面上的原因是说你 你不抵抗啊 啊 日本人 日本人从这个验着金谱铁路 从北京天津坐上铁路 经过你们山东 往南京方向 往徐州方向 这个去增援 去去去去打 去打这个啊 台中战役 你你山东的主席 你手上有兵 你怎么不在德州啊 济南啊 射伏击 炸掉他的铁路呢 你怎么不把日本拦住呢 你怎么放他们过去呢 我治你的罪啊 所以就把他枪毙了啊 那么枪毙之后呢 这个韩 这个这个老韩啊 在在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里面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第一是汉奸 第二不抵抗 怂包 投降派 这反正是最难听的 都有 民间的文艺作品 像侯宝林 我晓得是侯宝林有个相声 特别有名啊 叫关公战琴琼 大家搜一搜油管上 关公战琴琼这个相声 侯宝林 侯宝林说的 侯宝林郭启儒吧 那就是说这个韩富菊 这个说他爹过生日 请侯宝林到他家说相声 说他男的没法说呀 为什么都是大老粗 他也不懂 老问一些外行话 韩富菊的爹问啊 说你今天唱什么戏啊 唱关公戏 冠公戏 冠公戏啊 冠公是三席人吧 对 三席人是 是三席人的功夫 是会打仗啊 还是我们三栋人会打仗啊 你们三席的关公 和我们三栋的 秦琴琴琢琴琢 他们两个人谁的本事大呀 他说那个我不知道 说不知道 你让他们比喚比喚 让他们打一打 说你这个戏就是关公战琴琴 这是讽刺 韩富菊他爹 没文化 农村老头 乱 乱点戏 乱点鸳鸯谱 就闹了个笑话 这相声 这个也是配合国民党 共产党的宣传 丑化人家 韩富菊这个家族 首先说一下 韩富菊是 今天的出生地 是今天的河北省霸县 也就是那个刺杀 我的老朋友李进进的 凶手 女孩 25岁的女孩张晓宁的故乡 你们打开地图看看河北省霸县 他那个位置啊 和山东河南 那个三个省交界的地方 深进我们山东去 好像从我们山东啊 就是就是要了这么一块地 化归河北省 河北省霸县 这个韩富菊就是 出生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民风彪悍 这个出军人 出将军 出造反 出革命家 出杀手 就是这个地方盛惨这种人 所以韩富菊就是这儿出生的 韩富菊的家并不穷 韩富菊也不是个没文化的人 具体证据 你们记住啊 具体证据就是 韩富菊一看 山西搞得这么好 全国名气很大 一说延西山大家都很敬佩 那我韩富菊 得超过他呀 怎么办呢 网络人才 天下网络人才 特意从广东 从广州 挖人才 啊 挖谁啊 就是这个老何 何思源 这何思源是 本身他是山东人 何泽人 啊 法国留学 美国留学 德国留学 法国留学 然后是 回来 啊 回来到了广州 注意啊 他26年回国 26年回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26年老蒋已经控制局面了吧 蒋介石已经控制住 啊 就是这个呃 广州那个地方就是国民政府控制了啊 这是国民党的地盘了 他到那参加这个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的创建 啊 这个是个人物啊 这韩服局就认识就认识就认识就这是个人是你啊你一个回老家建设家乡了请进来啊 你给我当山东的教育厅长 所以这个这个何思源在山东搞得相当不错呀 把中国的把山东的教育追上去了啊 这个当然这个细节咱就不讲了 就是大家知道从这个嗯韩服局这个被国民党丑化被共产党丑化的这个人物 他真正办过的事 这个何思源就是他从南方挖回来我们山东人回来建设家乡 我封你官 你你你你你你你当厅长可以吗 专专门负责办教育 教育经费你随时要从来不去啊 这这就是韩服局啊 他怎么能是一个简单的大老粗呢 啊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也算是个雄才吧 雄才大他在山东管了就是啊 当山东当了十年 这山东是据说是各方面全面突飞猛进的一个一个时代 啊 这个帮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 这个联省自治 联省不联省且不说 自治的概念 把自己的地盘搞得尽可能好 经济上去 工业上去 教育上去 啊 出人头地啊 这个是好多地方都做的 这个比较好的就是延锡山 韩服局 延锡山跟韩服局两个人是死对头啊 啊 他他有一个竞争的关系 所以说你欣赏侯宝林那个相声 啊 你得记住 他们俩实际上是政治上是抽敌 这个政治上两个人不对付 还有一件事是个世金石 这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韩服局 被老蒋枪毙 啊 那个延锡山最终 可以在1946年随着国军溃逃到台湾 得以苟活性命 这是不一样的 一个世金石就是1936年12月12号发生的这个西安事变 发生西安事变之后啊 各地的军阀牛人都得表个态啊 有人批评张学良 有人表扬张学良啊 韩服局是批评张学良的 啊 错了啊 我说错了 韩服局是表扬张学良的 啊 严锡山是批评张学良的 那这事据说是韩服局那个表扬张学良的那个信呢 蹬在报纸上 他那个晚到了一步 也没起上作用 啊 已经解决了 解决之后老蒋一看报纸看到 卧槽 韩服局这个小子你 你这么不地道啊 你还表扬张学良呢 你记得个仇 啊 这个仇后来 后来三八年找了个理由 就就把他给枪毙了 算是报私仇 当然从老蒋的角度 读来讲呢 因为当时的国军 绝大多数国军都是吓破了胆 跟日本打仗 跟日本拼命的这个决心是没有的 啊 心里崩溃了 老蒋为了立威啊 必须得杀人 杀人立威嘛 就杀了这个韩服局啊 从此之后就啊 国民党共产党比赛的丑化韩服局 所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读到的都是唯史 都是谎言 这个需要 历史爱好者反复的挖掘新的材料 我前两年在推特上玩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粉丝 护粉 就是好像他自己的介绍里面 而且他是韩服局的后人 直系后人 啊 那个 可惜我不玩推特了 这个 不知道找不到这个人了 啊 如果你有机会谁看到的话 想办法通知他一下 我本人对于韩服局的这个认识也是不断的深入啊 今天先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